3連音練習 現在要分享幾個實用的三連音練習 我先說明什麼是三連音 三連音就是把三個音連在一起 就這麼簡單 當然這三個音他們是速度均等的 不會忽快忽慢 所以這三個音 第一個音跟第二個音 以及第二個音跟第三個音之間 一共有兩個間隔 其實第三個音跟下一組的第一個音 也是有一個間隔 所以這三個間隔時間是均等的 這是練習的時候要注意的一點 首先是右手跟左手交替 第一組三連音是右左右 第二組三連音是左右左 一共打了六個音之後 才會循環右手重新開始 我們先來看很慢很慢的分解動作 接下來試試看 把一組一組的三連音連起來打 中間不要有暫停的感覺 接下來試試看 把一組一組的三連音連起來打 接下來了 接下來 接下來 我要在每組三連音的開頭 踩一個大鼓 這個大鼓 會跟每組三連音的第一個聲音重疊在一起 第一組三連音大鼓會對到你的右手 第二組三連音大鼓會對到你的左手 練習習慣了以後 我現在要你反過來練習 也就是大鼓先踩一個穩定的速度 然後根據這個大鼓的速度 去思考你的三連音該怎麼打 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很多人在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每組三連音跟三連音之間 中間有一個間隔 接下來是正確的示範 現在要把剛剛的右左右左右左 變成從左手開始 左右左右左右 今天的這組練習 請你把重點放在速度要非常的平穩滑順 不需要打得非常的快 然後在打擊的時候 盡量保持你的速度穩定 暫時不需要對接排氣 因為示範的關係 我大概只有打個幾秒鐘而已 但實際上練習的時候 我希望你每次練習都可以維持三分鐘以上 大約是一首歌的長度